热情握手在东湖散布平民 印度总理莫迪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在武汉相谈甚欢 也达成多项协议 但现在却传出莫迪人在战略考量下 准备在中印边境兴建96个警哨战 强化监控中国军队的能力 莫迪跟习近平两日来相谈次数多达六次 对多项议题达成协议 由于两国去年才在边境洞朗地区 因为领土纷争爆发军事对立 这一次两人异口同声的表示 将分别对军队发布战略指导原则 建立双方在边境事务的互信基础 另外中印领袖也宣布将在经济发展 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 但声明却绝口不提造成双方不合的一带一路计划 尽管两人互动良好 但印度时报指出 莫迪政府仍然在战略考量下 准备在中印长达3488公里的边境 增建96个警察刚哨 有助于补给以及强化监控中国军队的能力 提案批准后预计将在两年内完工 即使将有272个哨站 不过印度方面也强调 这是政府研拟多年的国内安全政策 并非刻意挑战中方 新德里刻意澄清北京是否相信 这也挑战着双方在边境事务的互信基础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做出出出出出出的 Mina, 宜行 和 我形成工 mina, 宜行 Mina, 军美, 我的质远 Mina, 军美, 军美, 面对 Lunia, 军美, 军美, 华论 Mina, 军美, 我的质远